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广东南南这边呢 收到了一个重大的噩耗 大家也知道现在CBA第二阶段的比赛即将开始 那么对广东队来说呢 他们这一段时间正在的紧张的进行训练当中 而我们回顾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 广东队在最近呢 确实收获了一连串的一个好消息 在此前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 在全华班的一个阵容之下呢 杜丰都能够带着残缺的球队 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排在积分榜第二名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其实第二阶段到来之前呢 威姆斯已经正式到位 并且呢也进行了一个注册 所以可能对于广东队来说 那么相信啊 他们在第二阶段拥有着更加强大的一个阵容的话 想必也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然而就在广东啊 包括杜丰朱芳雨啊 他们正在紧张的备战的同时呢 在最近却是收获了一个很大的很糟糕的一个消息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 打击或者说是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了 广东队这边的一个最大的赞助商 也就是背后的金主大义集团的董事长啊 在最近也是因为脑溢血呢 非常可惜的离世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义集团 相信很多球迷也非常的清楚了 广东队的全程是广东大义队 所以这些年啊 其实在大义集团的一个带领 或者说在他们的一个支持之下呢 广东队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发展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呢每一个球队啊 他们想要去发展 想要去培养更多一些年轻的人才呢 想要去引员呢 想要去给这些球队 得到更好的一些物质和后勤保障呢 就需要背后有企业去出资金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在中超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些年广东队 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才绪呢 离不开大义集团的一个支持 所以呀我相信 其实不管是对于杜丰 还是朱芳雨来说呢 那么他们肯定也会非常的悲痛难过 毕竟呢这么些年和大义集团呢 在一直在这个合作当中 也得到了他们很多的一个知识 也给他们呢提供了很多展现 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呢 他背后这个集团的最大的支持者 已经是非常遗憾的离世 那么相信对整个广东队来说呢 也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噩耗 而且可能目前呢 对整个广东队来说呢 可能还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隐患 也就是啊 其实之后的话 如果说董事长换了 曾经支持广东队的那个最大的核心者不在了 那么未来新的董事长上去之后呢 他们会不会继续 还投用这么多的一些资金 去支持广东队 支持他们球队的一些轻讯工作和发展的话 其实现在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有可能之后呢 新的董事长上来之后呢 可能会临时改变决定的话 那么接下来来 或者说改变那些发展方向呢 对广东队未来的一个发展 估计也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只能够希望说呢 之后的话 大一集团能够继续去支持广东队 让广东队呢 能够继续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球迷 对于这个董事长的一个离世呢 也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并且也在网上去 爱到呢 希望他一路走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董事长呢 在这个时候去世的话 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那么我们作为球迷呢 也感谢他这么多年呢 为中国篮球的一个付出 也希望他呢 一路走好 好了 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